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 ks 看股 今天是星期天哦 今天是啊 我们要重温一个星期所讲过的股 so 啊 首先不要忘记哦 昨天有视频啊 昨天我有讲这个 昨天视频啊 我有讲这个 看看马股个板块啊 马股下个星期有没有机会 上了啊 昨天我们有看几个板块 我们觉得几个板块还有动力的 还能冲上去 有几个板块还ok 有些板块还 当时还没有什么动力哦 记得哦 要看看这个哦 至少我们有一个 概念啊 投资至少你要有一个概念 你知道哪一个行业比较好 这个现在这个market啊 哪一个行业比较强 所以我们要投资进那个 比较有机会的行业 不是讲其他行业没有股上了啊 好的行业可能 同一个时间哦 他有 十个股 二十个股上哦 十个股 二十个股 啊 有二三十个股上了啊 啊 啊 因为他那个行业 他那个板块现在上升趋势了 所以他上升股比较多了 如果你是那个那个 你要投资去那个板块哦 是他的那个情绪是不好的 是下跌趋势的哦 可能 你要选那个板块里面哦 只有三五个股上不了 所以你要选到那三五个股 不是这样容易了 你如果你有本事选到那三五个上升股 从一个下跌的板块 你能挑到那三五个股 啊 ok 这样子 ok啦 这样子算你算你厉害 ok 如果你挑来挑去挑不到呢 最好就要 好 跟风了哦 跟那个 跟那个风吹哦 风吹去左边哦 我们做帆船 我们哦 我们就要去 左边 风吹去右边就去右边 跟着那个风吹啦 你风吹去右边 你要去左边哦 你不是不可以 很难啊 很难的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难呢哦 为什么要这样难 做事 为什么要这样难呢哦 啊 啊 Bewater啦 李小龙讲的啊 随机应变啊 so 记得要看一看这个 自己给一个 有一个心态 有一个概念哦 才进场啊 不要关注眼睛去投资 还有不是只是 单听那个tips 啊 我不想tips不对 或者tips不好 有些tips你听到的时候呢 人家已经炒完了 有些tips呢 是 是 是某些人要操纵 那个market 特地放一些风吹 假风吹 或者我不知道啦 假风吹 给你们踩进去哦 所以有些 有些 有些风吹呢 是放出来给你们 啊 他们 他们买进了啦 他们买全部已经买完了 他们 他们已经 啊 啊啊啊啊 套利了啦 so他们 现在他们要放那些股啦 没有人要买 他们怕没有人要买 因为他们要丢嘛 so 他们就放风吹出来 so 很多人就跳进去买 借他们的导 借导啊 是吗 人家叫 借他们的导啊 就是很多东西啦 so 我不想不对 tips是不想不对 有很多tips是对吧 你自己会看一看图 看一下情绪 到底跟现在market的情绪 market的行情 啊 这个新闻来对这个这个你自己的研究 啊 有没有 啊 啊 什么啊 啊 啊 复合你的 复合你自己的研究 没有啊 要自己有 也有一点概念 不要关注眼睛 关注眼睛 买大小不了 跟去买大财没有分别了 啊 ok 买大小不是大财 大小啦 大财还过少机会 大小还过多机会中 你有哪一个有几多个朋友去云顶买大小 赚钱过活的哦 你要你要自己啊 你自己看一看哦 啊 ok 不要讲这样的故事了 啊 啊 星期五不要忘记啊 星期五我讲手套啊 手套支持我看到反弹的机会比较高 为什么啊 我我不是讲他会跳到去回去以前 那个啊啊 2020年哦 那个最高峰吧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短期反弹给你们 短期完可能有机会捞一点哦 你们很多人已经被套了很多钱了 啊 这个就是好像那个科技股有机会给你淘一点点啊 有机会给你淘一点啊 至少可以亏少一点啊 或者有机会给你放啊 放一些股了啊 so 啊 这次呢 他因为他有模式 你要看这个这个 星期五的啊 这个星期五视频啊 这个星期五视频啊 这个我就讲 全部模式我有给你看 哪一个股有那个反弹模式 哪一个没有啊 so 啊 套力在哪里啊 他的压力在哪里 全部我有讲啊 啊 啊 还有这个看外汇的记得星期六 我有做这个外汇视频啊 ok 记得点阅点赞分享留言 点阅点赞分享留言啊 记得要点阅啊 要支持支持 还有要按那个叮当哦 你按那个叮当黑色的啊 如果你按白色叮当 有时你没有收到我的视频啊 记得要跟我赞那个like啊 记得跟我点阅啊 还有记得跟我分享 分享给你的朋友了啊 ok 记得留言啊 点阅留言 啊留言和分享啊 sorry 留言和分享 啊 所以记得啊 还有要开户口可以 试试CGSNP 可以买美股 啊 可以买香港 可以买啊 新加坡啊 啊 CGSNP啊 啊 啊 按我那个链接啊 在那个Facebook 也有 在这个视频那边也是有啊 视频 可以看面这个什么名字 今天蛮多股要讲了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请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我们去看一看这个 股票啊 一个星期所讲过的股 Hibiscus 的一个 Hibiscus 5199 5199很难了啦 我已经做了一个LOWER LOW了 看来他要做下点 其实这个 如果你 如果你买进了啦 有机会套利套利一点先 如果你 你买进了 他没有什么上下 他跌回去 你的买进的价钱也许放了先啦 有没有 我觉得他应该要调下来了 你看油价也开始调了啦 油价 油价这个原油跌到99了 BLENDOIL 104 慢慢的跌了 现在 赞成的压力慢慢的减低了啦 OK So Hibiscus HONG LIONG FINANCIAL GROUP HONG LIONG FG HONG LIONG FG1082 已经到套利目标了啦 套利这边20块左右啦 20块左右 应该是 MIMBAC要给22块 啊 啊 啊 也许套利一些先啦 因为他再通到顶了 也许他会调一下来再上 暂时套利一些先啊 如果他冲上来 冲破20块我们再追22块啦 但是有机会套利套利 如果你赚了 如果现在买进去你就等一等了 我们从这边追嘛 对嘛 啊有10多巴仙 10多巴仙 银行是10多巴仙的啊 10多巴仙很好了啦 银行股 啊你不 银行股是不会给你50巴仙的啦 DNEX DNEX咧 他还有机会的啊 因为 啊 有集团称他啦 集团全部记得他 觉得他很乐观 银行也觉得他 有给很多target在这边 很多目标 So DNEX咧 我看这个1.070 他突破1.070可以是 他在通道底反弹 他在通道底反弹 呃 看1.355和银行1.6 我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啊 如果他突破了第一个 啊 套利 套利的这个 啊趋势 二 二十多巴仙啊 1.355 然后他再通过了 我们再试看48巴仙 可以不可以到这个 CNB跟 Hong Yong Bank 有两个套利区啦 ok 1.3左右跟1.6左右 有 of course要记得防止损0.910 啊 Cypark 啊 这些环保 这些啊 太阳人就没有去炒了啦 太阳人这个突破0.855才讲啦 Cypark 太阳人已经炒完了 那集团没有去炒他们了 已经过了 pa pa pa没有突破 暂时要等725没有突破啦 那个铝也没有再上了啦 铝价也没有再上了 所以 比较难了啦 这个铝的全部比较难了 mynews mynews他的报告不好啦 这个要等了 mynews报告不好 这个一直在跌啦 这个等他报告好了先啦 等他再再完啦 Datasonic Datasonic Datasonic好像有动力了啦 自从他那个老板 被告上法庭 辞职了之后 我们要等啊 等他机会啦 现在好像有啦 现在 现在有一个投兵间 突破了0.49可能有机会 看0.49 5216啊 这个是5216啊 Datasonic 大家都很 都很熟悉这个的啦 这个是 这个是 哎 哎发生什么事 Datasonic是政治概念股啦 你们都懂这个是跟谁有关系的啦 跟某个大官有关系啦 VX VX VX呢 还有那个问题哦 那个啊 人工的问题 工人的问题啦 所以他还一直在跌啦 没有 没有机会啊 这样子 银行也给很低的 那个TP塔啦 这个不能玩啦 好 我是不会玩的 WCT OK WCT 哎 不是这个 sorry 看错了这个 好那天我们记得啊 0.510放了alarm哦 充上去了 继续收 我们看0.625可以套利一轮先 再冲破0.625再追过17% OK 然后再 再我们看第二个在那边80 0.80左右啊 这个继续收一下子先 收到几天先 P matter P matter要做PP了啦 然后那个铝也没有什么动力了啦 这个这个就不要玩了啦 啊 啊 P matter在这边啊 看来最好他低一点点啊 再玩 P matter Gam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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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T啊 他没有MRT也会上啦 因为他拿到那个在欧洲那边 澳洲挡到大项目了啊 所以如果有MRT更好了 所以他已经到了第一个目标 好 3块半这边已经套利一轮 套利一轮了 我们从这边开始追 记得哦 我们从这边开始追 哦 有18% 诶诶 有20%了啊 这边套利一轮了 等他跌下来再冲上去 我们再看到反弹模式 我们再追过 我们要追下一轮就是追这个 4块钱啊 3块半左右套利一个套利取 4块钱一个套利取 所以两个地方啦 SIME SIME DAB SIME DAB 跌回下来了咯 SIME DAB 我觉得他慢慢要涨了啦 他慢慢的要回弹了 他慢慢的要反弹了 这个 啊 止损在2.28G的放止损了 STBADU STBADU炒股了 还是在跌了 所以不要玩了 你看在下跌趋势的股啊 你一买啊 你要买下跌趋势的股啊 他反弹不久了 他70%的时间在跌 30%的时间在上 so不值得买 ok 啊 所以你看他上到通道顶 他创到通道顶 他要跌了 That's why我不买 就下跌股了 记得啊 我们看模式看什么 我们看在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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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机会 可以看到危险 可以看到情绪 可以看到历史哦 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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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费也是一直在下跌趋势啊 暂时也是不能玩啊 好 离恨 离恨 离恨在横盘这时看不到东西 看不到什么 东西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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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机会拿到那个 技术 啊 啊 啊 digital bank啊 数字银行啊 数字银行 哦 啊 数字银行还没有还还没有 那个新闻还没有出来哦 谁拿到哦 so暂时还是不知道哦 所以你们有收到什么疯吗 那个数字银行啊 我暂时还没有还没有收到什么东西 啊 so revenue 拿不到啦 应该是 冲上来跌了下来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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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如果继续跌啊 这个要 要啊 如果他继续跌 他要止损啊 如果他有再反弹上来 还有机会 因为RSI好像要反弹 哦 如果他是下个星期能反弹 还可以 如果他下个星期继续跌 这个不能了 这个给这个通道顶压下来了 通道顶 通道顶压下来了 花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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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他能慢慢脏可以 我记得飞不能了 他的 好像上次这样子飞不能了 我觉得他这次真的慢慢会脏了 因为RSI突破50了 所以他这次他真的有机会了啊 慢慢的脏了 然后止损要放啊 0.535啊 因为这次他跌跌很快啊 已经要吃饭止损 Complete Complete 5136啊 5136充就上了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有有有抓到3块4 现在去到3块4块钱了 他我们去去时候看通道顶这边 看他几次有这个大蜡烛 大蜡烛 大的红蜡烛出来出现 我们就要逃了啊 明那时候那个 大的红蜡烛出现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个 那个集团要逃了 集团逃 红蜡烛是大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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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户逃 红蜡烛是小的 嗯 单狗 单狗追不到啦 啊 单狗追不到啦 这个这个太波动了 这个不敢追 啊 这个追不到 单狗追不到 是赚大 是是是是 如果追到是很好啦 我追不到啊 我不是讲不能追 你追到好料啊 我没有追到啊 啊 不是讲 不是讲每个人追不到啦 我追不到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啊 呃 蛋狗 蛋狗 PROLEXUS 我PROLEXUS很波动 我觉得我 我我我那天讲哦 我觉得他继续会跌哦 他没有跌哦 奇怪哦 哦 因为他的这个 这个报告不好啊 他也没有跌 他已经跌了啦 他把他炒上来了 哇 这个太波动了 这个没有 我不敢追啊 这个狗不敢追 这个狗太波动了 太波动了 太危险了 追这个狗很危险了 看不到他要走哪里去 啊 看不到他要走 他一起 就飞 一跌 他就飞就跌了 这个很危险了 这个狗 看不到 啊 这个不敢玩 我已经炒完了啦 他的报告也不好了 他已经做了一个大大的尾巴 在上面 这个是下跌取出来了 可能首多几天 还可能还会跌啦 我觉得他跌的更快 他没有比我想象跌到这样快了 还在还能顶一下子 BIG OK BIG还没突破 还没突破 要突破0.84 你看啊 你看他创到 我换这个压力 0.84这个主力 你看就开始 冲不破了 掉下来了 so that's why 好 我们这个技术分析 又是有他的功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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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又到套利了啦 啊 那个两块一到了 这个套利一点点 套利先啊 套利一部分 或者套利完整了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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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那天啊 我们讲这个 you shall not pass 啊 1.16啊 1.16啊 啊 你看他次次创到 一二三四五六六次都不能够 所以这也是 就是给他弹回上来了啊 如果你买进了 要可能要套利一些先 哦 如果你还没有买 就不要进了啊 已经这个暂时造主力了 我再要Food 我再Food没有追到啦 因为这在这边 我没有追到 我在这边 我有放到alarm 我就追到了啊 我没有追 一没有追到我是放过 我是不会再进去追的啊 再不会进去 太近 降了几十八千 我不会再进去追的啊 因为 追 啊 啊 因为你要追上了几十八千 他也会跌几十八千 啊 啊 暂时不值得了啊 不值得了啊 还有你买进的价钱已经高了 不值得了了啊 所以这个 虽然他是海市上 我没有追吧 这个全部那些啊 银行的目标 已经到了啦 这个也是也是不要追了 如果在这边我就追了啊 我没有放到alarm了啊 没有放到alarm 不好意思 这个是没有追到的 这个给他掏了 好像我讲了啊 过千个股了啊 要追一个飞天股啊 挑选一个飞天股 两个飞天股出来 不是这样容易啦 嗯 Hexa就啊 很好 Hexa他的这个报告全部都好 所以他Hexa他的走势也蛮强啦 5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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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啊 突破到通道顶了 这个最好也是不要追了 虽然有大账了 Hexa也差不多超买了 所以这个不值得追了啦 你等他跌下来 调回下来先 再买过 他是 他的这个报告是好的 他的这个啊 啊 啊 他公司啊 他的公司 他的报告全部是好 这个这个要等 还有机会的 好公司还有机会的啦 你不用怕啦 啊 凯利 这个是叫凯利 还是凯利啊 哦 不会读这个 哦 这个754已经是到通道顶 突破通道顶 暂时RSI又超买 这个暂时不能追了啦 要套利可以套利吧 不能追了 SICCOM SICCOM也是到通道顶了 这个也是不能追了啦 最好不要追了 最好不要追了 SICCOM SICCOM SICCOM啊 刚突破了 把他RSI超买了 这个SICCOM 这个要慢慢的等一等 等他跳回下来 投兵啊 放 双顶嘛 双顶 通常他会跌回下来 从事那个颈线再反弹 啊 这个要买买那个反弹 RSI跌回 跌下来先 等他 没有超买先 超买你 进去 现在他要调整了 这个等 这个有机会这个 SICCOM B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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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已经炒完了啦 这个不要追了啦 炒完了跌 现在开始跌下来了 KR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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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报告不错吧 啊 炒不起啊 KRONO炒不起 KRONO 0176炒不起啊 他 他冲一下子要跌了 啊 Capital AA 是有机会啦 因为那个国借开了 如果他飞机全部 他能满啊 每天满 他是应该能还债啦 他满赚钱 AXA赚钱是蛮厉害的啊 然后他现在又有 那个车 有GRAP 不是GRAP啦 他的AXA的车 那个 那个用手机电话 叫那个小商GRAP 这样又有 又有送餐 什么都有 所以他赚钱的 本能功能 已经大了啦 of course 他飞机是最重要的啊 飞机能飞 他应该可以 可以什么啦 有机会 回升啊 这个 暂时他跌了一点点啊 所以不要expect AXA一下冲上去了 他也是PN17的公司啊 你不要 不要以为 哇 AXA一突破这个0.69 我讲这个0.69 哇 他一下就可以飞去MBP快三 没有这样容易啦 都要看他这 开了国界 看他的报告啊 他报告要来了啊 这个啊 26 我这个还不知道啦 还没有这样快了 可能要下一个报告才知道了 下一个季度 下两个季度报告 啊 so at least这个报告是好的 啊 比较好了啊 他还有机会啦 开了国界啊 然后他的飞机啊 他开始 开始他飞机飞 然后那个报告出来是蛮的 官的 他证明他已经开始 啊 他生意开始恢复了啦 如果他能生意恢复 像以前这样好呢 他应该是可以还债的 没有应该不大问题的啊 啊 so啊 so这个看来还有机会啦 暂时收就先了 暂时收就先了 暂时收就先 首先他要离开那个PN17 先了 银胜啊 银胜啊 银胜要反弹了啊 继续收 银胜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小反弹 至少还有一个小反弹 给你逃命啦 5块钱或者5块多一点 可以到这边啊 啊 如果你 你你你你 你给他套住的嘞 有机会逃逃了先啊 逃了先 因为银胜现在 不好了啦 他要分 又要分那个公司 哎呀 啊 又要分出来 就麻烦了 GLOMAC GLOMAC在横盘 没有什么东西了 GLOMAC如果要非的话 他必须突破这边 0.34 0.34 ARIS ARIS拿到那个 TANZANIA的 那个做IC的 那个啊 那个啊 项目啦 他也聪明啦 马来西亚啊 马来西亚不够买一剂针 就去 就去别的国家啦 最终要收到钱罢了啦 呵 OK 没有什么突破 没有东西看 嗯 嗯 SCGM 他 他做不出头 双底哦 那天我讲他是做双底 他没有真正 他不能守在双底 他没有突破这边 双底他必须突破那个颈线才可以 他没有突破 直接跌下来 这个如果你买进了叻 哦 如果他继续跌放了先 哦 不能 哦 那天我讲他要 守在这个2.25上面才 才有机会 他们守不住都不能 守不住都不能 Airport 啊 Airport复苏股啦 Airport也是可以守啦 Airport 嗯 5014已经到我们第一个套利区 这边可以套利轮先 哦 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进 啊 上到来这边也有 啊 差不多28 28仙左右啦 好 这个等他调回下来 再反弹可能再加 因为还有 还有 我们有两个套利区 一个在6.9左右 一个在8块钱 Honglong Bank左右 所以我们 再套利轮先 有子弹在跟他玩 哦 再跟他玩 OK 嗯 Bitrox跟Gelytex Bitrox跟Gelytex一样啦 我们讲科技股 暂时收住先啊 等美国看发生什么事 哦 发生什么事 哦 看了 看了突破上面 还是跌破下面 跌破下面 跌破下面 逃突破上面 还有Gelytex也是 Gelytex你又可以套利一点先 因为Gelytex他 有 这边有赚到啦 Gelytex这边有赚到啊 Gelytex有赚到 所以这边套利一点先 如果他跌下来 暂时放了先 如果他再冲上去 Gelytex我忘记讲了几天 所以Gelytex要讲 Gelytex我还没有 我不敢买进 我没有买进 很多人问为什么反弹股 不要买 下跌反弹股 他还没有真正的突破 没有突破的股 我是不会买啦 才要突破先啦 为什么看到他这样强的反弹 我还不买 下跌股呢 好像当时Tony有问啦 下跌股 你买10个下跌股啦 我跟你讲啦 如果我啦 我不要讲你啦 我自己的经验啦 下跌股你要玩可以 你要玩呢 你的机会是什么 如果有 你买10次下跌股啦 这个是下跌股 这个赚钱 为什么我不进 因为我我我已经 我已经有这个 啊啊啊 啊 有这个 这个不是讲 经验啦 10次我买下跌股呢 7次是亏的 3次是赢的 所以这次是其中一个赢的 啊 你要记住 啊 以我 以我的我自己经验呢 我买10次下跌股呢 7次是跌 亏 3次是赢 这次是赢的 所以很多人赢了 这次呢他讲 哎下跌股是可以买的 KS讲 啊 KS不会看啊 好 对你是对这次 对你买 你赚 啊 哦 but 跟你讲 我自己说 我自己经验 我不讲一定对我自己 创到可能我不好啦 我我黑啦 创到啊 整天 创到下跌股就是亏钱 下跌股 叫做下跌股就是他叫下跌嘛 对吗 他下跌是时间 是70% 上升是 30% so 你要买 你的机会 你赚钱的机会 可能是30% 亏的是70% 不讲你没有机会了 这个你你赢了 哦你赢了好 哦下跌股原来也可以赚钱 我天天去买下跌股哦 你再买下个 可能你又赚到 哇又讲可以 你再买下跌股 可能连续五次 你下次再五次 连续五次 你买下跌股都是亏的 你赚两次 亏五次 或者赚三次 亏七次 so 不是我为什么不买 因为 因为你你你 你你你投资是长期嘛 不是只是买一次股 你长期你一直买下跌股 跟你讲 你买十次 可能 三次四次你是赢 七次八次 七次六次你是输的 因为这个是property property很容易很容易算的啊 很容易看到的啊 如果你你经验久了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不买 我有我的战略 我有我的方式啊 我有我的这个原则啊 不买就是不买了啊 反他怎么样反弹 怎么样美都好了啊 不买就是不买 然后他没有做反弹模式 他做满弹模式可以 他做了反弹的手冰 头冰肩 反弹的双底 他做了 他做了啊 啊 上升通道 ok我会试 我会捞底 这个没有做到 RSI也没有背离 所以我是不会经啊 因为我们看图 又要有了 又看了图 要会有图的原则 要有模式 会看模式 然后 会有我们的自己的什么啊 啊 战略 和自己的啊 原则啊 如果你没有跟的话呢 你看图 也是弱 也是 看看 看了啊 就是怎么样 什么都去追 没有 没有自己的 Law 没有自己的Ruse 没有自己的原则 你看图 也不是太 也不会太过 也不会 功能也不大了 今天讲很多故事 我不想我一定包对 这个是我自己的 看法 和我自己的经验 罢了 如果你们买下跌股 可以赚大钱的 可以继续买 啊 Bornia 哦 B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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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到这个啊 因为 Bornia 我看到冲了 我就没有追他了啦 因为冲到太高了 我也没有想到要追 他又突破了 所以这个我没有追到 如果我有看Bornia 应该会追到了 这边这个突破 可能会追到 Bornia 跟你讲 每天都有股票 都有股票上的啦 每天都有Bornia 这样子上的啦 你miss了一个 逃了一个 就不要天天去创墙啦 明天 后天还有market 还有这样子的股 看你追到 看你有看到没有看到 你天天头痛 你什么都看不到 你 你比较乐观 你放开那个胸来看 看大一点啊 天天都有这样的股的啊 不要讲 miss了这个 走了50% 哇 很 很很心痛 你有 你 如果你会看图 你会看好像我这样 看这样多的股啊 你 你会没有 你会没有机会抓到 这些股嘛 天天都有啦 各个星期都不是很天天 各个星期都有 看算你看 有没有这样的 啊 有没有这样的功夫 去追 抓到这些股 不了啦 哦 哦 哎 讲到哪里去了 不 不 mfcb mfcb充得蛮好咯 mfcb也充得蛮高了 他也是有机会啊 做这些好像是有机会做这个mrt的 现在开始突破了啦 他调整了一轮再他开始突破了 你看他他已经充了很久了 mfcb是 他已经 他自从这个 啊 他本来是几十仙的股啊 仙啊 仙股啊 充到去3块多了啦 所以这个他还能突破 我比较要我我会选mrt啦 我会选gamuna跟ijm嘛 啊 金润也有可能 和wct也有可能啊 就写这几个啦 这个mfcb我也不熟啦 不熟就不要乱乱来 哈哈 ijm 啊 ijm啊 我们在这边啊 我们在这边玩啊 投并肩啊在这边玩 现在重就上去了 RXP快6到了 也许再再再看多一下子 可以不可以到这个快7这边 快7这边 多几天这个要套利了啦 套利一部分或者你套利先 等它跌下来再玩过 超卖了嘛 超买了 等它跌下来再反弹 我们再捞过 或者你套我们套利一半先 它跌下来再反弹 我们再加码 我们因为在加 我们要看这个CNB 给快7这边这一区 我们要套利 然后我们如果它能再能重做上 我们要追这个2.0啊 两个区啊 就是通到底跟通到顶啦 这个是三 这个是三条线的 所以我们通到中间套利一次啊 通到顶套利一次 看下可以不可以去到那边 它拿到MRT应该是可以去到那边的 它拿不到没有东西讲了啊 没有它拿不到没有东西讲了 没有东西玩了啊 myeg myeg要做到这个metaverse啦 这个阴影世界的东西啦 所以metaverse不是不好啦 metaverse有可能就好像那些 以前你知道吗 以前电视机不是有出那个3D的电视机啊 一下一红 哇 Samsung Panasonic 啊 啊 啊 LG 哇 全部出这个啊 这个3D的 要戴那个眼镜去看了 哇 刺激哦 看到那个球 一踢那个球 射那个龙门的时候 你好像可以看到那个球射到 人进去的时候是赚大钱的 第二第三班 如果你 全部人 全世界的人都开始完了 你才进去 已经是太迟了 这个是 这个是 要快了啊 要快 好像NFT这样要快 一开始你就要进了 哦 你最后一班人进就辞了 啊 所以很快可能有有有可能就不见掉了 好像那个3D的电视机这样 哦 好像projection tv也是上次有一轮出那个projector tv 哦 好像projector的啊 projector从下面出来的哦 以前是我们电我们以前电视机是catted tv嘛 那个长长的哦 后面 然后出出一下出一个projector tv projector tv一下子就给那个LCD一出来就打死了 星期六啦 讲多一点故事啊 哈哈 哎 星期天不星期六 哎 myeg突破了 but没有什么墙 but他暂时守救生 如果他跌回下来 1.015 可能你要放也可以 你不放也可以 如果你呢 but他啊 止损一定要放0.955 他的动力不是太强了 他是政治观政治概念股了 不要忘记这个是 跟谁有关系 你们自己 我有做一个政治概念股了 以前呢 那个那个 那个啊 视频呢 自己看一看啊 ok啊 这个aon aon突破了啦 aon暂时可以试试啊 aon啊 开国界应该对他有机会了啊 1.62 有可能1.62 啊 1.83 看上这个 aon aon aon已经炒蛮高了一点 pnb tag pnb tag pnb tag 嘟 不能了啦 啊 那天以为他还有机会了啊 不能了 啊 突破跌回下来 假假突破 这个有可能 下个时机再跌 不要玩了 放了 因为铝也没有再涨了啦 Milux Milux Milux超级超狗 不敢玩这个 Voyocan 不敢玩 哦 他一上上得很快 一跌跌到很快 现在一上又上得很快 这个 不敢玩啊 这个 看不到 因为他 因为他跌到太 他这个充啊 充上这个 你看啊 他这一个反 他这一个上升 我上升 等下调整下来啊 还低过上一次他上升的叻 这个我是不会玩的啊 上升趋势是这样的 这样子的 没有他的调整 回到100%的啊 100%的调整 我是不玩的 这些是 100 这个反弹全部是给人 超重的啊 所以他要 所以他一跌下来 你也没有 你有时间逃了 这个 这个 我的看法啊 不是讲我一定对啊 我的看法 金融 ABNB ABNB也是要套利了啦 我们从这边开始追3亿 3.1 现在来这边 我们这边追过一轮 这边又追一轮 所以这个很好玩啊 这个 差不多再上一两天 可以套利了啦 已经到这个 全部这些银行目标 已经到了 等他跌下来先 跌下来再 再买过 这个Syndex 这个Syndex已经 啊 飞了 这个 这个继续收啦 如果你套利了 并且如果没有套利 继续收 他已经超买了的啦 超买了也可以套利了 如果你要 你要还要等 你看那个红蜡 大红蜡来 你才逃了啊 7232 Fad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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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到这个了 到目标了 3.39 银行给了 就没有什么目标看了 这个暂时如果你有机会套利套利先 云顶 云顶呢 要在纽约那边拿那个赌的 赌的 赌的那个什么 Python 啊 所以如果他拿到 对他有好处了肯定 但是他还是在横盘 这个继续收啊 等了 国借开了他有机会了 MSC MSC就炒完了 MSC炒完了 炒到下来 现在开始下跌 这个就不要玩了 暂时不要玩了 ok 说今天讲到这些了 so啊我们明天再看再再再再 再谈记得要点阅点赞分享 记得点阅啊 炸炸那个like他跟我谢谢 和留言哦 明天见拜拜 拜拜